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,对俄罗斯多次挥舞制裁大棒,但是最近拜登突然态度大变,不仅取消了对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的相关制裁,还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,美国国内一些人对此愤怒不满,认为拜登投靠了普京,俄罗斯自由媒体网日前发表文章则问道,拜登是我们的人吗?俄媒表示,拜登放弃了对北溪二的制裁,美国人既愤怒又恐慌,认为拜登投靠了普京,与俄罗斯勾结。 不过,拜登咬牙认输并非是转向俄罗斯,而是不得不承认在大国博弈中失败的事实。不仅如此,俄媒还清醒指出,美国所释放出的友好更多是对德国,而非俄罗斯,以后美国还会继续损害俄罗斯的利益。俄罗斯的分析可以说是将美国的虚与实,真与假摸得十分清楚。 此前,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北溪二运营公司和负责人实施制裁,拜登政府上任以后继续反对这一项目,并扬言要宣布新的制裁。 但是在现实与政治利益面前,拜登即使承受亲俄的骂名,也必须取消制裁。正如拜登自己所说,他虽然一开始就反对这个项目,但等到他上任时,该项目已经快要完工,美国实际上已经无法阻止这条管道建成。 尽管拜登可以继续加码制裁,但从此前的制裁就可以看出德国和俄罗斯的决心,制裁非但起不到什么作用,还会损害美国与盟友的关系。 据悉,北溪二管线建设进度已然达到95%,有望在今年夏天完工。 这条管道将在能源安全、经济甚至国际地位上给德国带来巨大收效。 德国人已经为该项目投资大约500亿欧元,因此美国的制裁威胁无法让德国放弃捍卫自己的利益。 拜登上台后一直希望重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。 为了改善与德国的关系,为了维系与欧洲关系,拜登也要放弃制裁北溪二。 即便这条管道建成之后将会让俄罗斯获得巨大的地缘政治胜利,让美国无法再垄断对欧洲的液延器和油气供应,并因此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。 或许拜登也想借取消北溪二制裁稳定与俄罗斯的关系,但这不像一些共和党议员所说的那样,代表拜登政府是亲俄的政府。 正如俄罗斯媒体所说,美国人是不会就此放弃打压俄罗斯的。 如今,拜登政府做出这一决定,既能在无法阻止俄德合作的情况下给自己找一个台阶,又能加强美欧同盟,稳定美俄关系,等到美国自认为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抢占优势,他们还会毫不客气地朝俄罗斯出手。